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开心跟家人合照 让外界又关注到说 哪个小孩会接川普的商业帝国呢 川普的三个儿子 个个都是高富帅 因为都妈妈很美 所以川普的小孩 长得其实都还蛮好看的 像大儿子甚至满有川普风范 我们就来排点一下 美国的第一公子哥们 那么川普总共是有五个小孩 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到底谁是接班人选呢 这次美国大选 蛮常看到他的大儿子小唐娜的声音 几乎是取代长女伊坎法的位置 那么外媒就认为说 小唐娜有机会变成父亲的左右手 现年46岁的他 遗传到父亲的敢说话 形式作风跟爸爸很像 他被视为是政治接班人 因为他多次公开发言 自己的政治看法 他10号就在社群媒体上 讽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还说有38天就要断粮了 这其实也暗示父亲上任后 将会中断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为了布局自己儿子的政治之路 川普当选之后 他公开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 说他不打算邀请官员 庞佩奥还有利海利路格 有媒体就说川普会这样做是因为他认定小川普跟副总统泛斯是未来他的接班人 所以拒绝活跃在国际外交的共和党保守派的人士路格 觉得这样会阻碍他儿子未来的路 但为什么范斯会获得川普喜爱呢 有一说是提到说范斯就是小唐纳的积极力挺的人 当初党内的提副总统名单的时候 范斯跟小唐纳有达成一个协议 以后范斯角族总统宝座的时候 就要任命小唐纳当副手 所以小唐纳就努力帮范斯排除任何障碍 提前铺路 小川普就变成下一代的共和党造王者 不得不说小唐纳在政治领域上有自己的盘算 从他父亲离开白宫以来 小唐纳在这些年其实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现年40岁的儿子Eric 可以说是川普的企业接班人 他跟爸爸完全不同 他走的是比较低调路线 几乎不太在公众面前讲什么话 在川普从政之后 集团里面的业务都是交给Eric来处理 他担任副总裁 Eric反倒是比较积极的是进军加密货币 还有数位房产 以及拓展饭店 以及还有全球各地高求的一些度假村的规模 也因为他进军加密货币 让最近的虚拟货币大涨 那至于川普最疼爱的就是小儿子拜伦 现年18岁 那遗传到爸爸妈的基因 所以有200公分的身高 再加上俊俏的脸庞 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那么川普对拜伦可以说是宠爱有加 因为川普是在60岁时才跟现在妻子梅兰尼亚生下这个小孩 他也完美的妇科川普年金时的样貌 所以川普看到他好像就看到自己年轻的样子 老来得子嘛 让川普到哪都要带上拜伦 给拜伦可以说是奢华的童年 因为妈妈是超模 所以拜伦也跟妈妈一样 拿乌鱼子酱来敷脸 所以可以看到他皮肤又白又嫩 疾病川普先前因为官司缠身 但是川普还是有去参加小孩的毕业典礼 川普真的是非常宠爱这个小儿子 而拜伦其实只要负责帅就可以了 其他事情交给哥哥们来烦恼 从川普的儿子就可以看得出 川普接下来的布局 不光是要扩大企业 还有儿子延续他的政治入 大家各司其职 五官机次爸爸 川普小儿子拜伦 在川普当选之夜再度现身 加上206公分的身高 一夕之间成为话题焦点 早在八年前 川普首次入主白宫 当时才十岁的拜伦在就职典礼意外睡着 可爱模样外界还记忆犹新 而他作为川普与梅兰尼亚唯一的儿子 理所当然及万千宠爱于一生 在梅兰尼亚保护下与哥哥姐姐相比 拜伦的私生活相当神秘 不过随川普成为美国后任总统 他被形象为川普家族的吉祥物 他的二哥艾瑞克 则成为家族企业掌门人 川普二儿子艾瑞克在2016年川普首度当选后 就掌管川普集团日常事务 虽然绝大多数资产仍在川普名下 但艾瑞克以稳健低调的态度 默默成为家族企业掌舵手 艾瑞克投资眼光精准 持续在中东布局 同时也看准加密货币市场 带领川普集团持续发展 而大儿子小唐纳 则是完全继承父亲 呛辣言辞 成为本次总统大选中 另一大关注焦点 2023年知名隐心劳伯迪尼洛 在大街上痛批川普 想毁了美国 小唐纳火爆回呛 让全美川粉热血沸腾 而他在这场选举中 可不只为自己的父亲发声 根据外媒报道 小唐纳认定范斯为川普接班人 因此阻止活跃于外交的 共和党新保守派人士入阁 如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与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海利 两大巨头被拒之门外 主因恐怕是不够忠诚 而小唐纳不止发文呛 泽伦斯基 台方爸爸po出麦当劳辞职信 川普当选后 大儿子小唐纳动作频频 让人不禁怀疑 未来是否能看见他 克少鸡球 投生整戒 三连喜欢参谱听报道